字幕後面 欸不是吹 吹哩吹 你沒有填 我跟你講啦 你剛才填我也覺得你很屌啦 幹嘛這樣這麼燙 好可怕 是他小雞歪天啊 是好吃還是太燙 哇 妳各位又是晚上的場景了 又沒白天了 怎麼好像有人在那邊亂叫 前面 前面妳在幹嘛 赤江舞鴨 水鴨子 再學一次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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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舞鴨是這樣子嗎 老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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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不要再跳這麼蠢 我跟你講我最近有發現一個 比較OK的 比較好看的 好 就是這個 妳看 這個 欸 等一下我重新重新 不會剪喔 不會剪喔 不行不行不行 欸 我忘記了啦 不行不行不行 不會剪 不行不行 給我剪掉 好險很大 喔 好喔 請問有這樣的女朋友幾點會回家 應該很早就回家了吧 喔 好喔 那我差不多該開場了 哈囉大家好我是藍心鈺 今天這個企劃厲害了陶貝 怎麼說 我結合了妳的最愛 是唯一的愛 還是 還是 最愛 欸 欸 反正妳就跟我說過 妳喜歡冬天的時候吃薑母鴨嘛 欸 所以我這次的計劃屌炸天 幫妳找了 嚴選了台北 評價最高 最有名的 某幾間薑母鴨店 我們今天就來一個 冬季台北薑母鴨大評比 大評比欸 沒錯 那我要吃幾天的薑母鴨 真的是重點 沒有重點 我怎麼覺得 有時候妳就是話中長話 有時候明明就把我很喜歡的東西 然後把它搞壞 為什麼也掉這樣 也沒有搞壞 我帶妳去品嘗 妳沒有吃過的薑母鴨名店 可是妳再喜歡的東西 妳連續吃 我們不要連續吃 很多天 這個吃個氣候可能會拍比較多天一點 喔喔喔喔喔 我大概準備了五六間 但我們不用吃到這麼多 我們大概吃個三四間差不多 所以妳不會一天叫我吃個五六間這樣子 妳不流鼻血才怪 各位觀眾有聽到嗎 所以呢 我們今天已經來到第一間 我們的第一間位於哪裡 經店 的阿蘭薑母鴨 跟你一樣阿蘭姐 對就是跟我有很大的淵源了 又跟你很大的淵源了 對 又怎麼說 姓蘭的都讚 好那跟各位講一下 我們這次評別條件非常簡單 當然是除了陶貝的口味之外 我們會評判每一家 就是薑母鴨店 所以該有的東西 嗯 例如你去吃薑母鴨店 鴨腸 然後再來是湯頭 湯頭超重要 麵線 麵線 對 鴨肉你要評嗎 好鴨肉來評一下 好反正就是 可是我平常不太吃鴨肉欸 如果會讓我吃鴨肉 真的是有點難 反正我們就是這幾個去評判 當一個標準 然後最後呢 我們就會選出心目中你覺得 Top 1的台北薑母鴨鴨店 我覺得這會得罪人欸 怎麼會 一定要排名嗎 我會緊張啦 不太好 得罪不起啊 你可是阿蘭姐欸 小的先扣對 扣扣 先跪下了 好啦 那麼就 第一間 阿蘭姐 GOGO GO 欸它很屌欸 它除了薑母鴨還有雞母鴨 雞母鴨 薑母鴨 雞 薑母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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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很多種欸 對啊它超多的欸 超酷的 你知道為什麼它菜單那麼大嗎 因為它 對… 然後但它這邊特別是它的 我們通常會吃豬血糕嘛 但是它是鴨血糕 還滿不錯 你們要看一下你有什麼要吃的 麵線 麵線有點啦 那就好啦 我告訴你 我覺得它有一個要平比的東西 什麼東西 就是它的醬 喔對 醬是靈魂 醬超重要 因為來這裡一定要吃 我自己 我自己是喜歡吃豆乳醬 但我之前跟你吃過薑母鴨 所以我發現你有一個特點 就是你會豆乳醬加那個醬油辣椒 對一起 對一起 那你為什麼不要額外再加辣椒 喔不太一樣 它就是要優先 有點remix在一起才好吃 可是它不會到太鹹嘛 不會不會 奶香奶香奶辣奶辣的 跟你一樣 可不可以這樣講 你才會爽 舒服嗎 好在開吃之前 你還是跟大家講一下這一間 好我們現在這一間呢 是在新店的中正路上面 然後它營業最晚到晚上2點 然後它Google的評論現在 目前4.2顆星 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有4顆星以上的 我都覺得還蠻不錯的 1000多則評價 對 我們差不多說 我們現在先開吃 第一件事情 我要先來喝一下它的湯頭 因為冬天 所以我第一件事情 我都會先喝一下湯頭 先暖暖味 開個味 來了來了 它的湯是清爽的湯 有清爽型的湯 如果有些人比較不喜歡 麻油味太重 或者是薑味太重的話 那它就很適合 因為我喜歡喝薑味重一點的 因為我身體比較寒 所以我喜歡薑味重一點的 OK 嗯 然後今天我點了一個 我平常不會會點的東西 什麼 它都是澎湖花枝丸 花枝丸 喔喔厲害喔 湯室網 蠻室網的麵線 哇很酸一點 奇怪 這明明就是你喜歡吃的硬要我品 我跟你講 姜牧牙店一定要吃麵線啊 不然你來姜牧牙店幹嘛 吃姜牧牙 它那個油蔥酥味 很重的 太不錯啦我覺得 我覺得要我吃比較主 假如我覺得你不好 我夾一口給你吃 沒有沒有是我自己 來來來來來來 不是 一口啊一口啊一口啊 就一口 太大口了 好 不要激動 就讓我這個專業的麵線哥來講大家 它就是標準級的 會吃到味道 它沒有特別什麼 讓你覺得意外或特別 好不要就只有我一個人評價 來吃一口湯 喔 跟妳的想法差不多 它真的是很清淡很清淡 非常清淡 對 我來先試吃他們熟食熱潮的部分 結果你還是點了一盤 沒辦法 因為 其實我很喜歡吃金沙蝦球 喔好 金沙蝦球 OK GOT 洪湖的花枝丸 花枝丸 然後順便試它的醬 OK 欸我告訴你他們這個醬看起來很濃稠耶 它的醬比較屬於那種 嗯 比較濃稠的豆乳醬 感覺好像是真的整塊豆乳菜 就是壓成壓碎 然後跟那種豆乳醬 它的花枝丸呢 是比較軟的那一種 個人喜好 喜歡吃Q一點的 喔 它比較軟 嗯 它比較軟一點的 然後再來是它這邊店的特色 就是 鴨燕餃 燕餃不錯 超好吃 喔這個就沒吃過了 嗯 它的燕餃很 很香 然後很Q 它的燕餃沒有像外面的燕餃一樣皮那麼厚一層 超薄 對不對它超級棒 鋼本001 對 很熟 鴨血糕 鴨血糕 鴨血糕我覺得超好吃 有些鴨血糕它本身用的米我不喜歡耶 它的那個米就是那種硬硬的那種 我知道我知道 很有渣渣感的那種 那種我就不喜歡 怎麼了怎麼了 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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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香的 因為我覺得重點是這東西 然後吃到最後面它會有一個回味 對對對 那個味道很重要 對對對 有些沒有 我剛剛有吃過那種有一些鴨店 它是專門賣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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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是要講清楚 有些專門賣烤鴨還是說什麼 沒有這是鴨肉店 鴨肉店 你講鴨店那家會想到那個 就是鴨 鴨 鴨 鴨肉丸 這是精華中的精華 來囉鴨肉丸 這是精華中的精華 每次去江湖鴨店就點個三四盤 必吃 對啊不行 這個鴨肉丸跟我吃過的鴨肉丸完全不一樣 它跟剛剛的那個燕餃 鴨燕餃 同一個東西 一樣它就是很香 有個特別的香氣 好好吃喔 但它不是我的Top 1 很特別 很特別 對算特別 好先腸子 我覺得腸子也是很重要 靠腸 這腸子通常沒什麼味道 我們要加一點醬 然後接下來它又很燙 你知道加醬的用意是什麼嗎 降溫 降溫啊 因為在吃熟悉燒喔 它的鴨腸吃起來很不像鴨腸 喔 嗯好 對不對 這種的我就沒有很大一點 這就是偏上比較蒟蒻感的鴨腸 最後來評比一下 肉 鴨肉的部分 對鴨肉的部分 鴨肉是要最一開始吃還是最後再吃啊 大家可以跟我分享一下嗎 因為有些人是說鴨肉是最後再吃 它煮的會比較爛一點 爛 對 對 我也都是最後才吃 這難吃啊 蛤 這難吃 能吃是包還是扁 包啊 因為有一些鴨腸太熱了 然後你要在那邊咬很久 然後咬不下來的那一種 它是軟爛型的 它不是軟爛型 它是軟Q型 這肉還不錯 對這隻肉蠻好吃的耶 肉OK 嗯 我覺得還蠻不錯 有點期待下一間 好啦我們待會兒 直接挑去下一間吧 GO 我們來到我們的第二間 霸胃姜母鴨 這一間呢 有4237個評價 它有4.4顆星 應該是我們 這次姜母鴨系列 全部星星數最高 最多評價 沒錯 然後而且它是霸胃的總店 在那個三重這邊 我們現在廢話不多說 今天天氣有點滑 就先來去吃吃吧 GOGO 可是有點寡老闆你又穿這樣 還好吧 我今天穿長袖耶 你這個叫長袖嗎 對啊 我把我的肌膚全部都包起來了 我今天穿得很OK吧 好喔 不知所語 它的菜單好像就是跟平常的 比較差不多耶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的樣式就是 比較一般 它的很簡短耶 對 我像上次它還有那個什麼熱炒那些的 這次就比較沒有了 欸 它有個什麼叫霸味卷 豆皮 吃看看啊 聽說是招牌 我覺得這一間蠻多我喜歡吃的東西 麵線 麵線一定要 我點了一個蠻特別的 你不要吃那個季鳳 先不要好了 好 來了 頭雞 我覺得這間是厲害的 吃看看 你看 它的蠻很可愛耶 這間我喜歡 這間你喜歡 可是我覺得你不一定會喜歡 為什麼 因為它香味比較重 不行了 你都這樣講了 我先來吃一口看看 對 我是比較喜歡吃那種 油蔥多鹽的 但這個 沒有到很高分 當然還可以 這個對我來說是很高分耶 你還沒吃到真的好吃的 好 棒喔 對來 湯 極為重要的 我愛的 它的薑味超重 我很喜歡薑味很重的薑母鴨 喔 對 這才是薑母鴨 而且它是有辣辣的那個薑味的 我是盡量不想有比較擠啊 但是這個我比較喜歡 老闆夾了三個東西 先來吃這個重點 中的重點 是霸味碗 就是鴨肉碗 我們要先吃 沒關係妳先吃 不要客氣啦 好啦 看 好好吃 就是很正常的發揮 但是好好吃喔 再來是它的那個醬 它這個醬偏鹹 它沒有什麼太大的辣辣的味道 因為像有一些 它會有一點辣辣的 但是它這個是 就是這個完全是鹹的 比較沒有那個辣辣的感覺 然後呢 我要來吃一個很特別的 猴頭菇 平常好像很少看到耶 聽說這種菇比較貴 對 好香喔 唉唷 點頭了 可是這間沒什麼好挑剔耶 真的假的 到目前評價OK就對了 這個 搞新嗎 對 新跟健 我喜歡吃粉粉的感覺 沒錯 我也是 就不要太熟 才不會老老的 這應該是沒問題啊 因為我看起來那一盤非常新鮮 超新鮮的感覺 就好像 你去菜市場買現沙的一樣 這間我總評分我還給超高耶 因為它東西都好新鮮好好吃喔 其實這次目前好像都還可以喔 就這盤最早很快 發胃3秒 我覺得你根本就是想要看我 發揮你的技能 欸不是吹 吹欸吹 不是沒有舔 我跟你講啦 你敢舔我也覺得你很屌啦 剛剛這麼燙 剛剛這麼燙 吃看看吃看看 我去那個 海底道超喜歡吃的分 其實我告訴你 這個東西好吃的訣竅在於 它的湯如果 夠好吃 對 好喝其實 它就不會能吃到滿足 真的齁 那個腸子腸子 來啦 腸子乾杯了 OK 還可以 Q嫩 它不是爛 重點是 超好咬 重點是它的鴨超新鮮 它的鴨肉有一個新鮮的味道 然後重點是好吃 喔好吃耶 超好吃 今天評價我真的是給超級高 真的超好吃 欸老闆老闆老闆 來 你的雞 你叫我的雞來了 這是黃種人 然後這是白人 這是黑人嗎 那請問你喜歡哪一種人 我喜歡 不是人 他們不是人 所以我喜歡 對啊 欸 你看 你要不要三種人都下去煮煮看 然後試吃看看三種人差在哪裡 其實我試過 其實它味道是一樣的 真的假的 它味道其實是一樣的 那為什麼會有人種差 因為 不同種類啊 黑人白人黃種人 不是都是人嗎 喔 是這樣子分啊 對啊 基佛鴨佛仁佛 不是都是佛嗎 蛤 蛤 你有吃過最後一個喔 沒有啊 我下面突然感覺有點痛耶 對不對 還好這東西我敢吃 真的嗎 對 你這種奇怪怪的東西吃多了 就唯獨這個我敢吃 那你看得出來這是雞口還是鴨口嗎 看不出來啊 那如果我丟的人佛進去你也看不出來啊 師主 這位師主 請不要再講這種恐怖的話了 欸我吃過豬的欸 蛤的沒有裡面的那個 液體 它就是一層皮 淡淡皮 液體是什麼意思 小 對 這個也沒有小啊 有啊 這裡面就是啊 喔你說存在裡面喔 對啊 蛤是這樣子喔 是啊 我以為它就只是它淡淡而已 淡淡裡面是什麼 那當你吃進去再小在你口中 不就是等於是 口 中爆開 我想看你吃黑蛋 為什麼 感覺你就喜歡黑人的 那什麼人就是相處起來舒服比較重要啊 可是很燙 因為它會在你口中爆開 那你體驗口中爆開的感覺 它裡面是黑的嗎 對啊 對啊它裡面也是黑的啊 好好吃喔 那你爆一個給大家看一下 我要怎麼爆 吃進去爆 吃進去爆 吃進去爆是什麼意思 就看你想怎麼演出 好 嘿我們現在又來到了第三間了 我們來到了帝王師傅的總店 幹嘛你剉屁啊 好冷喔其實 其實超級冷的 而且我今天都沒有什麼聲音了 我們今天來到這一間呢 它在Google評論上有4.4顆星 然後它在板橋的長江路這邊 沒錯 所以說這一間真的是 其實是我個人私信我自己蠻喜歡的一間 喔 所以這個是你吃過的 對這間我吃過 而且是我平常就是蠻愛來這邊吃 好啦我們廢話不多說我們直接進去吧 Let's go 好好好 我來這邊其實都是吃薑菇 等一下 什麼 你今天聲音 我很不想嗆你但是 你又要講什麼 你又說我的聲音很像立驚喔 為什麼會這樣子 我今天就沒什麼聲音啊 有點感冒 最近又是很大的菜單啊 但它的選擇沒有我們第一間去的那麼多 然後這邊一定要吃那個帝王孔 有點像蝦漿 然後或是魷魚漿的那種感覺 我想要吃看看這個有一個小菲力耶 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吃吃看 哇賽 老闆 這個是啥小 阿拉天后宮 王歸相見聰 你現在已經自尋毀滅之路了是不是 沒有啦 我說中間這片耶 這個嗎 真的是老薑 然後是長 下去煮 這一鍋看起來很濃耶 很濃 它就是 薑味很重 就是我很喜歡的那一種 就是剛剛講那個帝王孔 其他東西都已經加進去了 這就是我們講的那個小丸子 就是鴨肉丸 然後這個就是小菲力 然後這是雞肉丸 我覺得這個很屌 這個超大顆耶 這不是雞心 鴨心嗎 對 這是鴨心 鴨心超好吃 鴨心都比較大顆 我終於找到我喜歡的醬了 就是要這種有辣的 阿拉不免除了 來吃第一個我們的麵線 真的是黃金麵線耶 黃色的 黃色的 看起來好像很好吃 嗯 我覺得整體味道是蠻好吃的 像唯一有的缺點 欸 很不夠鹹 嗯 好喔 真的不太鹹了 哈哈 好吃嗎 你覺得 便宜一點會更好吃 它蠻Q的 唉唷 合一波 升天了 這是我的紫愛 因為它酒味很重 然後薑味也很重 然後就是整個很濃郁 當然大家也看到 它裡面的薑就是這麼大一塊 然後全部都是薄薑 超好喝的阿 真的 你剛剛那個眼神有夠分心的 為什麼呢 觀眾 因為這邊突然上來一個杏鮑菇 他看到鮑菇就受不了了 我必須說它的熱潮 我之前吃到的時候是很好吃 但很久很久之前 所以其實我也很久沒吃 好可怕 超好吃 要殺小雞歪一點的 是好吃還是太燙 超好吃 因為我基本上我對薑母鴨的熱潮 都不太會爆吃的它們會好吃的感覺 沒有 這超好吃 真的喔 超級好吃 超級好吃 來來來 你要先吃哪一個 你要先吃哪一個 我要先來吃雞肉丸 因為雞肉丸平常沒有 OK 這間真的是我台北最特的我覺得 真的假的 如果你沒有要吃紅蟳的話 我會真的狠狠這間 可是我們還沒吃到紅蟳 我們的最後一間就有紅蟳 好香喔 不知道為什麼吃起來 有點像炸雞鎖的味道 小菲利它外面這一層好像是花枝醬 有像它沖的牛肉這樣 很好吃耶 好玩耶 這間好像有點強耶 這間很強好不好 可是為什麼它評價這麼少 我覺得應該是它評測不好吃 它可能沒有在洗評價的 對 這樣也好啦 比較不要那麼多人知道 而且我發現它的腸子 應該也是我最喜歡的那一種 嗯 完全最脆的那一種 寫稿也OK是不是 超級OK啦 這間真的是我 目前三間裡面 最愛的 哇靠 現在有人真的可以來試試看 這一家的腸濃 然後又香又蠢 然後東西又新鮮 這個肉是要試一下 肉的話我目前是吃到 我覺得第二間是肉是比較起來的 嗯 這間肉我就不知道 因為我真的沒什麼在吃肉 第二間肉王勝 好 OK OK 我最人不吃心的 好吃就好 怎麼了 你覺得在像什麼 我沒有擺盤過喔 我真的沒有擺盤過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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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放以下觀眾留言 那個是什麼 我就不講了 呵呵呵 你怎麼連吃個像我們要都玩食物 我沒有玩食物 那這個是怎樣 我 剛剛突然發現啊 然後你就很開心了 我 你想要先吃哪個 通常呢 以專業的學術方面的認知來講 會先吃 長的那一個 然後手握下面 不是 手握下面的碗拿起來吃 對對對 你不要誤會 這樣對嗎 蛤 要搓嗎 不用不用謝謝 搞笑 好了我們來到了我們的第四間 最後一間了啦 最後一間 但這一間很特別啦 這一間是有紅巡的 你的最愛啦 然後我還有第二個不一樣的地方是 他是唯一在台北市的 喔欸對 對其他三間都在新北 來去吃吃看吧 OK GOGO菜單很簡單 就跟前面一樣 但是 他這一間就是沒有之前的那個 熱炒的部分 然後唯一不同的就是他還有多了一個紅巡鍋 你最喜歡的呢 對 而且對 他好像是新鮮的耶 對 最愛的那一種 而且今天這一間人超級爆多 我們已經平日來了 對我們已經平日來了 人還這麼多 好差不多的時候我們節先點餐吧 OK 哇賽 薑母鴨還沒來 你的螃蟹先來了 它這個蟹黃感覺好厲害喔 對啊而且感覺超新鮮的 我好餓喔 我整天都沒吃東西 我快餓死了 對跟各位講一下 因為這一集薑母鴨我們拍了四間 然後呢前面三間我們比較集中火力 在大概十天內拍完 所以他那個時候吃到第三間 老闆一定有點害怕薑母鴨了 對啊 然後這間我們好像隔了比較久 隔了一兩個禮拜 所以你現在又攔起了那個薑母鴨慾望 對然後我現在好餓喔 重點是我今天忙了一整天都沒吃飯 最近實在是太忙了 觀眾都可以看到你髮色的變化了 喔對啊 前面油頭垢麵的 什麼叫油頭垢麵啊 欸它還薄欸 哇那邊直接在現切是不是 對啊它現切 現切螃蟹 哇 哇 哇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間呢 老主婦 1028個平價 然後3.9顆星 位於明泉東路的 對在明泉東路這邊 這聞起來也很僵欸 這個 有可能會把它排在第二名 來囉 我們要讓謝謝下去囉 掰掰 謝謝老闆 嗨 唉唷 麵線來了 我不知道我的預感是不是正確的 但它丟的感覺是 目前看起來最厲害的 欸厲害的 因為這一間它看起來最不乾 那個油蔥味有沒有聞到 真的嗎我沒聞到 超香 喔真的欸真的好香喔 我在這邊就聞到了 好 你把它拌一下吃看看 這間感覺應該是我心目中強的那一種 我也覺得會試欸 再來一本 這好好吃喔 我這幾間我沒有吃一間麵線 我吃 對啊沒錯啊 它麵不會太軟 太爛 然後再來是它的 鹹度也夠 因為我們前面吃幾間都有那個 麵線本身的那個味道 就是要滿臭油蔥味 然後什麼味道都沒有 對對對 它就是沒有那個麵沒有入味的感覺 但是這一間的麵它有入味 完全入味 而且不會軟爛 這就是我料的 然後再來是這個 重頭戲 喔喔 還有 爆蛋 哇賽這個蛋的量 哇很爽欸 有了這個臉就有了好不好各位 感覺這間在你心中評價好像也OK喔 有一點高喔 哇 哇 OK整個受不了了 好爽喔 趕快吃趕快吃你的 不用看我吃 你看 吃 好啦我們最後一個評比了 沒錯 就是它的鴨肉 沒錯 鴨肉 OK 有一長比有一短 對 不可能十圈十美 好 我們等一下要來做一個大結論吧 OK 所以我問你敢不敢再拍啦 不要了 自己在那邊 我們下次乾脆一點嗎 好像這樣連吃拍好累喔 而且好想吐喔 就吃那麼多間 今天就是我們集結了四間台北有名的江母鴨名店 來吧給你來一個大抉擇時間 第一名我會給那個 是霸衛嗎 霸衛是三重 不是板橋那一個 帝王石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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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給他第一名 湯桶的話 然後以菜色的豐富程度 其實這一間跟三重那一間 都是並列 乾脆一點啦 這四間如果你要再訪你會去哪一間啊 直接一點啊 我先講我啦 雖然說這間是麵線Top 1 對但我不會選這間 是喔 我會一綜合整個口味吃起來 我會去再訪的那一個店的話是 三重那一間 霸衛 對 他的分數會比較接近我的Top 1 然後這間跟華江會比較Top 2 聞到你了 我的首選也是華江 因為我就愛喝湯 對所以湯在我心中的地位很高尚 很高很高 然後主部跟三重那一間會是並列 所以各位觀眾知道 我們唯一沒有選的是哪一間了齁 這個就不用特別強調了啦 那大家可以提供以上參考 講出來三感情啦 有些事情齁就是不要 不要不要對 太 超快 現在很怕超快甜拳是不是 對我現在很怕超快甜拳 好啦 正好以上我們這次實測下來四間 是薑母鴨店 那以下大家有什麼推薦 你們都去吃哪裡的薑母鴨呢 或是你們這四間 有特別喜歡哪一間 可以跟我說一下 小王子 小王子 就是要改善的 小王子 不會讓我來解決 她這麼大